中国又想利用 气候变化的议题和拜登政府进行政治交换 毫无疑问 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内 中国政府 在搞活经济的过程当中 完全不会理会环保政策 环保政策会放得非常非常后面 根本不会管 只不过呢 克里来了 我开个环保大会 把这会议的级别拉得很高 这个没有成本 环保是要代价的 没有人涛 没有这笔开支 中国之前承诺的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他确实要用他自己的步调去做 而且他的城乡差距 贫富差距 都还没有到达西方已开发国家那个水准 如果这么快速的电高减碳或绿色含量的时候 他的经济体 他的人民撑不撑得住 有没有办法转嫁给消费端 就是谁要买单才有办法让绿色产品的资源流动起来 但如果他流不起来 我这个东西推不成啊 这些政策在两个国家 今天是很不同的 它是很难看到任何利润 即使 Mr.C 或 Mr.Biden 在两个国家 这会导致认识论 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是相关于其他国家的国家 所以我看不见了 什么 的叙迹比较调调调调与 发展的叙迹 我认为那些更多的地区域 有些更多的地方 让它们可以发展 一番重要的地方是 控制了 一番重要的地方是 第三个最重要的 清智之后 以至于 carbon dioxide 感谢观看